字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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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欢迎收看PARTNAN的三分钟音乐小教室 在收看之前,大家记得按订阅和like 那就不会错过PARTNAN的资讯和优惠了 有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 今天我想分享的主题就是怎么阅读简谱 阅读简谱也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当然就是我们的拍子 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第二个就是音 今天我们主要的题目就是拍子 大家看到,在营光幕上有一堆数字 也会有一些线 首先说一下打动的线是什么意思 一动与一动之间的数字就是一个小节 然后你会看到有数字 数字下面有一些环线 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你看到一个数字就这样出现 它就代表一个四分音符 我们记得之前我们去学五线谱的时候 一个四分音符是怎么样 如果它是在四分音符 旁边一环的话 就是一个四分音符要延长多一拍 延长多一个四分音符 那就是两拍 大家记不记得是什么? 就是一个二分音符 你看到一环,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零 零下面有一条底线 而这个零下面的底线 就是一个四分音符的一半 即是八分音符 那你会看到零的意思 其实就是代表它是优子符 是不需要弹任何东西 或者唱任何东西 那我们先去讲一下第一个小节的摊子 就是零一环 就是说会数1 and 2 and 它读是不会有音的 然后你读3的时候都没有音 因为你看到再下一个数目指 就是零下面一间 就是3 占一个时值 然后你看到5,1,2 5,1,2 5,1,2 你看到全部到下面都是一间 就是代表它们全部都是一个八分音符 所以当我们数这个小节的时候 我们就会这样数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即是在and 4 and 我们才有音 你看到and 4 and 就是5,1,2 而开头1 and 2 and 3 都是零来的 那我们只需要弄清楚 在1 and 2 and 3 and 4 and 里面有些什么音 那我们已经可以找到 拍子究竟是怎样的了 那我们试试整首来一次 准备了 要是你看到 2 and 3 and 4 and 1 and two and 3 and 4 and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1 & 2 &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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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整首歌的拍子就是这样打出来的 当你看到好像很快 我建议不断可以重复这个视频 就去看每一个小节到底是怎样拍的拍子 今天的音乐小教室就来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comment 我们都会尽量去解答你们 下次见,bye bye!